這邊就一樣找到最後一個 Lookup這個 那對照表的話就F3 這邊就有個Lookup 就是要查我們的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這邊有個Colum Col是Col,藍啦 Index是 編號 也就是說第幾藍 那我講過 V路函數呢 他查詢呢 一定只能查第一藍 反正不能查別藍 那第一藍剛好這個對照表的第一藍 就是編號 那這個問題是說 那你要 查到的同樣位置的哪一藍 那一定是第2藍以後的 OK所以這邊的話因為姓名在第2藍 所以輸入2 那比對的方式喔你可以輸入0 或者輸入1 所謂的0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找一模一樣 一定是什麼001 如果沒有00 如果 找不到001他回來就是 NA啦 就是not 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如果你今天輸入1的話 如果沒有001 他會找接近的 好比如說他找什麼 00 00幾 就是找接近的 然後一樣會幫你帶一個過來 不過他就是 找接近的 那一般我們這邊的話 會找 嚴謹的話就用0 OK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會找出 這個人 那其他藍的話 當然你可以 直接在這邊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公式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我要別的藍的話 那當然一樣 把這個地方 再改一下 這邊改成3 那分別把這邊改成4 意思類推 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資料 當 上面的資料 上面的編號有變更的話 那同樣的 我們可以把其他藍 因為總共有5藍嘛 那查的話一定是 查第1藍 帶的話呢 一定是帶 2345藍 這邊一樣有下拉清單 找一下 第6號出來 第7號 OK 好 但是呢 這個方法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他查詢 特別是 以後呢 只能夠查什麼 查第1藍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這樣 我要查第2藍 我可不可以把姓名 我想要查姓名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 改成什麼 查這個 這個人 然後把其他的東西帶出來的話 這個時候怎麼辦 V2函數就會有問題 因為呢 他只能查第1藍 如果你要查第2藍 很抱歉 怎麼辦呢 以前的做法這樣 把什麼呢 把第1藍 跟第2藍 怎麼樣 交換一下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啦 可是感覺好像 就是怎麼樣就覺得好像 那如果今天要改別藍 那你就是要查他們 一來一去 一來一去 可是這樣也不太對 要不然的話就是怎麼樣 在這邊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一個是查 可是這樣好像也 出來怪嘛 如果兩邊之要 如果說 又要update的話 那怎麼辦 你又要同時要update兩個 這個就不是好方法 但是V2函數 的確是目前用最多的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只能查第1藍 但是如果說你要查第2藍以後的話 其實這邊的話我看你們可以換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可以把這個查詢界面再複製一個 這邊的話可以用方法3 這個方法3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用一個叫match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也蠻重要的 常常在用 就是說他可以找到你指定的範圍裡面 他會告訴你 你要找的那個資料在第幾列 他回來是列 或者是 哪一個位置 但是這個缺點是你必須要再配合index 才能夠去抓到你要的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我們就是 下拉清單 給第1個 第2個的話 把底下東西改成V的關數 並且 我把這個 lookup這個範圍 也定義一個名稱叫lookup 這個我們叫資料來源 然後 下拉清單之後 也是一樣這邊用F3 可以帶出我們要的東西 做完之後試試看 如果我們今天 假如要查第2欄以後的資料的話 也許你可以改成match 或者另外我們還可以再改一個 用VBA的方式來做 OK 方法很多 外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都是 最重要是要找到 我們要找的資料 其實這個觀念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 查資料 有點像是 把Excel拿來當資料庫使用 也就是你這樣很快可以查詢到你要查的東西 我們要找到 對 谢谢大家